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原汉人从哪里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在冰河时期后 人类远离非洲 他们走出非洲以后 有一群人是沿着海岸线 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 有一群人是沿着山线 有的跑到欧洲 有的从清康藏高原 跨过来 来到中原 那我们来看一下 沿着海岸线的这群人 他从东南亚一直往上走 走到我们中原来 各位可以看到他迁徙的路线 其中有一只是走昆明市 从缅甸往昆明 往成都 到达成都这边的人就在这里建立了三星堆的文明 有人说三星堆的文明是外星文明 其实你如果有学过科学的话 讲这种话就代表没有大脑 因为三星堆的这种科技还不到外星人的技术 我们看到青铜系一定知道四川有产铜 有产席才会有青铜系 而不是外星文明 那另外有一支是从清康藏高原经过河西走廊来到陕西的西安这一带 那这一带的人就把经过沖岭和田这个地方所采到的玉石带到中原里面来 从西安再进入中原 所以以前的仰绍文化 什么二里头文化里面会有一些玉石会有是和田玉主要就是这边来的 那另外北方也有一些胡人从北方然后来到东北再从东北转进到中原里面来 所以后来秦始皇为什么会在北京的上方会逐长城 就是因为外族都从北方那边下来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那汉语系的方言呢 主要都是和洛化 因为和洛化在中原里面最先形成 它最先形成一个有文字的民主 它有语言有文字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能够传承智慧的一个语言 所以周边的国家周边的地区就会来学习和洛化 那楚国的语言主要也是百月的语言 月也是百月 五也是百月的一支 因为百月的民族很多 那五月楚是其中的比较著名的形成一个国家的地方 那齐是东宜族 东宜族 齐在文献的记载上面它有传承商朝的语言 传承商朝的语言 但是和洛化它是传承了夏朝的语言 有一点点小差异 等一下我们来讲 西汉杨雄方言第一卷 它说 你自己看 这里面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它调查到有八种方言 其中好是通语 好是通语 所以这个好就是当时四方游通的语言 那八种语言里面这个书这个字 在清朝的甘字典里面 它说这个字就是漂亮的意思 闽南语叫做水 所以闽南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而这一个书这个字 它就是一个女生穿着猪红色的衣服 猪就是红 女生穿红色 所以就是水 这样你了解了吗 那通语代表四方游通的语言 显然这语言已有悠久历史 现今中国既有五十六个民族 那刚才他只采集到八个方言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其他的语言 一个叫吴语 所以我们说吴语问昌天 我们来问一下上天什么叫吴语 吴泰伯又称泰伯 吴国第一代君主 东吴文化的宗主 他是姬姓 父亲为周部落首领 古宫党父 吴泰伯这个人是第一代的君主 那周的族人并不多 他是透过分封管理此地 但是此地的人民并非周人 而系吴人 也就是说在这里当官的是周朝 派来的官员 那这个地方的人就叫做当地的居民 是吴人 好 那吴月春秋里面有一个吴泰伯传 他有讲到 吴是前君泰伯者 后继之苗衣也 后继其母 仪式之女将圆 为帝库原非 年少未孕 出游于也 见大人鸡而观之 忠心欢然 喜其形象 因吕而见之 生动 异若为人所感 后认证 恐被淫义之祸 遂济世以求 为五子女上帝之鸡 天游令有之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怀孕 出去外面玩 看到一个大人的脚鸡 然后在那边看 竹鸡在那边看 结果就怀孕了 这个你相信吗 这个我绝对不会相信 学科学的人绝对不会相信 这个鬼话 因为如果说踩过一个人的脚鸡 一个人的竹鸡 就能够怀孕 那我 已经子孙满堂了 所以上一次的影片里面 我有讲 帝库原非 被强奸而怀孕 理论根据就是原自于此 闽南语 如果被强奸叫做被操打 其实他就是被操打 吴国本有自己的母语 受河洛文明的影响 融入成汉语系的意义 吴国的语言本来不是汉语 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汉语系的一个方言 然受固有发音系统的影响 其汉语制成一个 后并衍生出自己语言的汉词 例如 农 这个字 农本多情的农 而现今的无语受到官化的影响 语言倾向无语发音特色的普通话 你去看无语区的不管是无习书州 他们的语言有点像普通话 但是是属于他无国发音特色的普通话 你没有仔细听根本听不出他在讲什么 有一个无语区的网友留言说 言这个字他们读 这个字我不晓得他们是读 诺还是什么 但是我说本字是 共 就是讲这个字 他认为我说错 以为他没读书吗 其实言这个字怎么念都不会念 诺 根本不会念这个音 其实你看到的字跟你念的字 是不同一个汉字 闽南语跟无语失去教育主导前已经很久了 但是闽南语因为偏安东南 所以他还保留他自己语言的特色 比如说说 他就读作共 其实本字是假 因为讲这个字闽南语才念作共 但是说这个字闽南语 读作税 说明读作税林 那白居易的无大无小 小的音是细 细小细小 那闽南语的用法是看到小就会念细 看到说就读作共 所以小跟说 我们读作细个共 那娱乐的鱼 即吴国的女人 吴国的女人皮肤白皙很漂亮 吴国的女人很漂亮 那幽人 是什么意思 古代以乐舞 细虐为业的艺人叫幽人 就是女幽啊 大部分是女生啊 叫女幽 在东周列国寺里面 他说 庄王所宠 幽人 梦诸鲁 我也是幽梦 显然诸鲁在古代就有人 所以才会有这个名词 他身不满无耻 就是150公分以下 平日以古迹调效 取欢左右 这是东周列国字上面所写的 滑稽 闽南语 念作 结果 那个愚人 这两个字 如果是用闽南语是 欧林 读作欧林 那如果是 普通话是愚人 如果是 唐朝的话 乌林 乌林 所以 每个时候 不同地区的语言 他的读法是不一样的 那吴楚相争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 吴子虚家族 因在楚国被破坏 破坏了 投奔吴国 所以吴国帮他出头 去把楚国给打败 八度 楚国打败 但是打败以后 后来吴王夫差 想要对付越国 但是吴子虚的策略是连奇抗越 他对他的战略 非常不满 所以听信残言 把他杀掉了 所以吴子虚也是含恨而死 那楚昭王弃影西奔 吴子虚绝目边施 吴子虚 跟吴王去攻打楚国的时候 楚昭王他弃影西奔 影是影都 楚国的首都是影都 他离开影都跑掉了 吴子虚就把楚昭王家族的坟墓 都把他挖出来 边施 你看夺恨楚国 后来吴楚融合了 因为吴国打赢楚国以后 就把楚国的户口万家 把他迁到吴国的空虚之地 比较没有人住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吴楚就融合在一起 所以双方 语言的差异就会更缩小 因为都是百岳民主 那我们看一下汉跟吴 汉跟吴 如果在夏天西南 季风吹起来的时候 吴国跟汉这边的船一出海 经常就会跑到日本去 所以西南季风就把 异计文化带至日本 吴国的异计文化带至日本 所以日本就有异计 把这个东西给带过去 所以日语有汉音 吴音这很正常 那闽南语跟吴语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史记的吴王辽 这里的记载里面有写到 先王有命 凶竹帝带立 他的国王有命令 哥哥死亡 弟弟要代替他 继位 所以吴王辽如果死了 他就会传给继子 可是继子他不想接 所以继子金陶位 这个陶位其实就是 德尾 德尾 就是不知道跑去哪里的意思 他逃离这个位置 不知道去哪里的意思 所以陶位及闽南语 逃到哪里 不知去向的意思 所以闽南语跟吴王辽的故事 都绑在一起 因为吴王辽的故事是 司马迁所写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逃走去这三个字 在闽南语里面 它是很有趣的三个字 逃走去怎么念 德走去 德走去 那我们如果把逃跟走 两个对调 就叫做 走到去 那如果我们把逃跟去 再对调 叫做 走去到 所以这三个字 可以形成 三种不同的念法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和洛话的汉字 那我们再来谈吴语 吴语的悟 吴国的话语有悟 因为吴浓软语 因为吴语 他的语言的发音 特色 我们一般听不清楚 他在讲什么 中原人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因为不同的方言 那吴国语言声调 与中原不一样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在西安洋雄方言 第一卷第一条里面 他有讲到 党小则之也 楚位之党或曰小 其送之间位之者 其实这里有四个 不同的汉字 是三个不同地方的方言 那我们就知道 中原的汉民族很多 所以汉字是各汉民族 造字的总集合 刚才那些汉字 绝对不是一个族群造出来 是各个不同的汉字族群 造出来的 在台湾 顾姓来自上海 女性皮肤白皙又漂亮 很漂亮 前姓来自浙江 女性皮肤白皙又漂亮 也是很漂亮 所以吴越国的地方的女孩子 都很漂亮 再不代理 在台湾 客家女子普遍 皮肤白皙又漂亮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闽南人 是黄皮肤 越语 广东女子及发音 与越南发音类似 你去看他们的发音的声调 他们的语言的说话方式 是一样的 越就是越的意思 受汉文化熏陶的称越 否则为越 来到中原 又回到南方来 叫做越 否则为百越的越 虽然是不同人种 但现在是一家人 这是今天我所谈的书里面的东周列国字 东周列国字里面所记载的一些内容 说的有点杂 妄如包含 满力包含 若喜欢这个知识性的节目 欢迎订阅 打开铃铛 解说完毕 谢谢 多谢 留略 安知赛 神龙尼 请不吝点赛 请不吝点赛